華新一郎帶你來看全台第一個漫畫基地 在24號誕生了 它就在台北市華音街 屬於是連動的四層樓建築 歷經一年的設計施工完成 而擔任藝術總監的 是國際級的設計師肖清揚 他特地替這個漫畫基地 打造了發射台的主視覺 也象徵希望讓台灣漫畫走出國境 這一刻是台灣漫畫家等了好久的時刻 屬於漫畫家的專屬原地終於誕生 四郎你好 哇 你也來了 是啊 我們好高興看到本尊 台灣漫畫代表性的人物諸葛四郎 也跨越時空和文化部長鄭立軍 一起慶祝漫畫基地誕生 擔任藝術總監的蕭清揚 設計作品五度入圍葛來美獎項 這次替漫畫基地創作的主視覺 以發射台為概念 希望台灣漫畫能夠向外擴展 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 從事漫畫創作七十年的知名漫畫家劉欣清 很欣慰台灣漫畫終於能走出以往不被重視的困境 讓漫畫家感受到榮耀 而一共四層樓的漫畫基地 一樓將作為主題商店 販售各種漫畫及周邊商品 二三樓將設計為展場及活動空間 目前也正在展出台灣漫畫六十年 四樓則是漫畫創作者的家 提供漫畫家進駐的空間和設備 讓台漫一步一步走出去 成為台灣值得驕傲的軟實力 記者林憲章政節報導 記者林憲章的審財